结束了一天的疲惫,很多人早早地就准备休息了,但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 有时第二天起来后,依然感到疲惫乏累,无精打采,睡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。 近年来,睡眠问题在中国逐年上升,且出现了年轻化趋势。 有调查显示,全国约有4亿多人受睡眠问题困扰,近6成的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。 2019年3月,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呼吸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睡眠质量调查报告。 调查结果显示,16%的被调查者存在夜间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的情况, 83.81%的被调查者经常受到睡眠问题困扰。 如何保障和提高睡眠质量,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。 多压力大,有可能会晚上经常会醒几次,然后睡眠不是特别好。 保证有充足的睡眠,第一天上班,然后有好的精神。 一般就是可能会睡觉之前听点音乐,然后实在不行就会喝一点那种安眠的口服液。 现在生活压力都非常大。 平时工作比较忙,睡眠时间会受到压缩。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,因为不是很多心脏猝死的这种问题, 可能我觉得都是跟缺少睡眠有关。 有研究表明,长期睡眠不足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、 抑郁症、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, 损害认知功能、记忆力和免疫系统。 近日,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对外公布了 《健康中国行动2019-2030年》文件, 提倡成年人从2022年起到2030年, 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要达到7-8小时。 那到底怎样才能拥有优质睡眠? 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。 郭锡恒说,睡眠障碍概括, 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, 睡不着、睡不醒和睡不好。 想要做到健康睡眠,把握好度很重要。 睡眠时间不宜过长, 睡前也因防止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。 出现睡眠问题后, 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节, 必要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环节。 一方面就是通过一些所谓的生活方式的调整, 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要针对病人的病因来进治疗。 比如说,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连续的时间, 如果你就给他一个不干扰的睡眠的这样一个条件, 他睡眠很快就调整不完。 俗话说, 一碗高质量睡眠胜过千斤两药。 中华医学会、中国医师协会曾提出, 造成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是心理问题, 并建议大家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。 小心祝愿大家天天好眠。